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听众朋友您过得好吗 在早上的时候 宛如一打开报纸就发现 头版头条是谈到了 儿童犯罪除罪话 也就是说如果犯案的话 将会通知学校家长来处理 而司法院就说了 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是对儿童权益维护的一个新时代里程碑 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条新闻呢 好今天礼拜三 我们要跟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教授 戴生锋戴老师来聊这一则新闻 戴老师您好 宛如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谈这个专业 老师的专业问题 就是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草案将从19号 也就是后天要开始实施了 在当中呢 未满是二岁儿童全面除罪化 这个问题其实也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原来在过去儿童如果触法的话 他其实会经过法庭的这个程序 对这个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这种做法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从儿童的教育 以及一个权益角度出发 做的一个修法的历程 那在这个之间 我们先要 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 要先提醒的 那很多的读者们或者听众朋友们 听到宛如刚刚的说法 或看到今天的早报头条的时候 看到那个斗大的除罪话 三个字可能就吓到 早餐吃不下去 我吐出来了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们今天早上几个老师或同学们 也在那边看报纸聊天喝茶的时候呢 竟然也有硕士的学生就这样讲 笑笑的讲说 哦老师那以后我们要小心了 看到那种未满11岁的小屁 还要躲远一点 激怒了他们 他们可没犯罪哦 是这样子吗 如果听到学生这么说 是不是立刻老师的专业 也或许说一点点 那个职业病就跑出来了呢 当然就激怒了这些老师们 或者引起老师们的这个叫做 进一步说明这样的一个热情的动机 首先我们还是要必须很清楚的 告诉听众朋友们一件事情 这绝对不代表未满12岁的儿童 他可以从此胡作非为 到处杀人放火没事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叫做除罪化 这个罪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在刑事司法体系上面 他就除罪化了 除罪化是指刑事司法体系里面 不以罪来称呼这种行为 而且不以刑事司法体系来处罚这种行为 但是这个行为依然是不可取的 依然是在道德上面的 在偏差上面的 在社会规范上面的 它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行为 刚刚很重要的重点是 不再以刑事来看待 不以刑事 未满12岁的儿童 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说12岁以下的儿童 不再有 比方说我们今天家庭 他真的杀了人了 其实我们在那个发言人也提到 近数十年来 适用这种状况 只有一件杀人案 也就是12岁以下的儿童 所犯下的杀人案 近数是一件 也就是这个法律的定定 其实修正的影响 大概如果一近几十年来 大概就一个案子会受到影响 可见它的影响 在那边极端的小 也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这样讲 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 他们会去做到 沾染到刑事司法程序的案件 这样的一个重大案件 其实不容易 那沾染到刑事司法案件 在我们少年事件处理法 里面来讲的话 少年刑事案件 其实都是非常重大的 一些罪行了 比方像是杀人 或者是重伤害等等的 这些部分来讲 其实我们早期就认为 儿童不太会做这件事情 但老师刚刚所说的 就是司法院少年级家事厅 法官李明洪 那刚说到的 只有一名儿童犯下杀人 最是过去十年的一个调查 但是他是重犯 也不是主嫌哦 没有错 所以呢也就是 12岁以前的小朋友 如果你把他送到 刑事司法体系里面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其实新式司法体系是非常严酷的 是非常 我们就这样讲叫做 肉打肉皮贴皮的 是这种非常讲求这种 证据事实的 它不太具有什么教育的意味 它纯粹强调的就是事实存在 行为发生之后的处罚 跟法条的对应 它是一个非常成人感受的一种环境 少年法庭也是这么写淋淋的 当然少年法庭 相较成人法庭比较起来 的确会比较更多的 保护少年的部分 我们有所谓的 家事调查官 我们有很多的 比方说家长的陪同 或者监护人的陪同 等等这些保护的措施 但是它毕竟是在法庭里 大概台湾人的传统思想 都是这个样子 大概尽量不要进到 沾到衙门沾到法庭 除了衙门法庭 都要过个火 吃个猪脚面线一样 连我去法庭作证 我自己回家都会吃猪脚面线 衣服全部丢去洗一遍 其实这个感觉就是 在我们心中总觉得 走到法庭里面那种 肃杀的气氛 就会其实对儿童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这个不管在 从任何角度上来讲 的确都不是良好的 儿童权益保护的观点 的确在司法院这边 特别说到 我们今天所讨论这则讯息 就是删除少年事件处理法 第85条之一 其实是要回应我国的儿童权力公约 首次国家报告意见当中 建议台湾应该依照儿童 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而不是少年事件处理法 处理儿童的处罚行为 好刚刚这个法呢 其实大家听起来可能很迷糊 但是呢 其实两个关键性的精神 一个是保障法 一个是处理法 所以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截然不同的概念 对一个就是先从保障的观点 一个是事情处理的观点 这两个观念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早期对于少年事件处理法 其实我们现在把它称为 儿少相关法令了 儿童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用福利法 这个观点来去进入 也就是在名称上本身就比较和缓 也比较让人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对儿童有更多的 应该是一个教育的观点 我们希望透过教育来去改变它 来去塑造它未来人格上的健全成长 而不是去处罚它的当下行为 所以如果说就成人跟儿童的 刑事司法体系上面的 这种未来期待性来看的话 成人强调的是 他犯下的行为的处罚 该当何罪 而儿童则是认为 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你 未来更适应这个社会 不要再犯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 本身在逻辑上就不一样了 是 台湾在制定法令的时候 很多必须是与时俱进 要有所调整 就像我们会邀请到 国际级的人权专家 来帮我们做一番的检视 来看看台湾目前的法令 实行状况是不是符合 世界人权公约的普世价值 所以为什么司法院这边会说 6月19号 就是后天开始 将会是台湾维护儿童人权的一个心理成悲 所以今天来谈这个话题 不只是说 好像大家所注意到的 儿童犯罪到底会不会受到惩罚这个议题 如果我们更拉高一个层次 他其实是在谈的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 儿童处罚之后 我们给予的一些权利的保障 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们重点 刚刚宛如讲得非常好 权益的保障 而不是去处罚他的犯罪行为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脑袋 反过来去思考了 我们如果一直把法律放在一个观点 很多人会觉得 第一个法律就是罚坏人 第二个观点 法律就是保护好人 其实法律有第三个观点 它能不能促进儿童福利了 真的耶 这是更积极性的一个思维 没有错 所以法律不是摆在那边说 你不能做这件事情哦 这是我的红线区哦 不是这个观点了 而是法律未来能不能够 让我们这一些 发生了事情的这些朋友们 能够有更多的 不一样的方式或机会 他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融入社会 并且适应社会 成为我们未来 可以并肩一起走下去的 这样的一群朋友们 是啊 你看儿童如果进入了法院 这样的司法调查体系 似乎大家还是会有一种 刻板印象当中的标签化 对于这样子的 像戴老师还要吃猪脚面线 对一个孩子来说 这个阴影 可能要吃炸鸡咯 好啦 炸鸡可乐 如果能够舒缓情绪 也是不错啦 我觉得基本上 小朋友到里面 去那个情绪状态 都会很紧张 即使以我成人 我还略略懂得 一点点这个程序 我坐在法庭里面 当我成为证人的身份 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一样是手心冒汗 这件衬衫西装都湿透了 其实我完全不是当事人 我不是加害也不是被害 或者是秉持着公允的立场 从学术的角度 分析案件给法官听 就这样这么中立的角色 我都非常的紧张了 那更何况 如果今天小孩子 他是一个案件的当事人 或者是案件的关系人的时候 他有多么的压力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如果一个十岁的小朋友 在超商偷东西 不是没有罪哦 他还是这个 如果店家要跟警方报案 那接下来 对还是可以报 但是他接下来的处理程序 可能警方会通知 这个孩子念的学校 还有他的家长 以及社会局 可能会有些专业的社工 来协助共同来处理 没有错 他不会进入到这个 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 但是不代表 我们不帮他不管他了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把他丢回家庭 这种小孩通常都是来自 家庭功能不全的家庭 你把他丢回去干嘛呢 一定有听众朋友们 想到这个点了 但是这时候 我们才能够透过 其实小孩子的问题行为发生 往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 家庭问题的破口 很多家庭本身存在着问题 他是由小孩子的偏差行为 来去触发的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通常都有 情关难断家务事 或者家丑不出门的这种 比较传统的想法 那通常这种 小朋友的偏差行为 往往可以成为 拯救家庭的一个线索 因为让大家知道 原来这个家庭 可能需要介入了 这是第一点 所以请各位也不用担心 说今天家庭功能 是不是会受到 更大的破坏 其实这时候 我们专业的力量 才能够介入 那第二个 在学校的部分 很多人肯定也觉得 这些小朋友 本来就是学校不要的小孩 本来就是适应不好的小孩 你丢回去 老师也不想理他 各位您又误会了 其实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些 辅导教育 辅导老师的专业职能的充实 已经渐渐在人力背脊上 往这条路走了 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力 能够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 而且就算好了 可能家里的功能不健全 或者是学校 可能也束手无策 可是司法院这边说 教育部已经同意说 像是新北亚高雄 跟花莲的中途学校 也会释出资源 提供床位 安置辅导的一些处所 家里真的回不去了 或者无法给他一个 良好的发展环境 那就政府进来 提供一个适切的协助吧 稍后下个阶段会来聊 到底什么是儿童最好 给予他的一个协助呢 什么是儿童权力公寓里头的 儿童最佳利益 即便在犯罪之后 其实我们也要注意的一些重点 等一下我们再请戴老师来聊 有的时候 我们以学历断定高下 有的时候 我们用肤色区分他人 有的时候 命运不是自己主宰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六点半到七点 就要听晚报与您聊新闻 谈生活 听故事 打破同温层 听见那一种声音 大家好 我是十号尔医师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制度放松享受生活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公块母食 和餐营业者 并且消毒桌面 菜单与环境 厨师烹调时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有政府请安心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继继继继继续回到旧药天晚报 我是宛如 在今天星期三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戴生风教授 来跟大家一起聊新闻 好戴老师 我们今天来谈就是今天早报的头版 大家也很关注的是儿童犯罪的除罪话 当然这些内容呢 我们在上个阶段有聊到 不过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很好奇啊 到底儿童犯罪 这么小的小孩 12岁以下 他们会犯什么罪呢 那我们就看到司法院有个调查咯 就是2018年 儿童犯罪前三名 分别是窃盗87件 妨害性自主 43件 还有伤害 19件 这三种犯罪是前三位 但是可能窃盗偷个小东西 大家或许可以理解 比较想象得到 是是是 但是妨害性自主 7到12岁的孩子 怎么妨害性自主啊 这个妨害性自主 应该就是我们的性侵害防治相关法令 严格的规定之后的一个诞生的产物 那也就是说呢 也许啦 这个通常一般来讲 我们不太能猜测 但是呢 如果就一个案件的趋势上来推估的话 我们的确在处理的经验中都会发现 这种出场禁国 两小无猜出场禁国 大概在国小的后段 刚好落在这个危险年龄的 最边边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那可能一开始是两个都 反正就第一次嘛 那不太懂就发生了性行为 然后之后让双方家长得知 或者是彼此的关系生变 所衍生出来的这种后续不认账的 这一种叫做未合议性行为 这种现象的确是 在实物案例上面常见的 也就是说 可能小朋友之前搞不太懂 这个叫做合议还是不合议 这是侵害还是不侵害 但是双方家长觉得 这个就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那这个是需要去处理的 或者是需要做到 到司法的这个观点里面来了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方向 即将跨入青春期 然后当然现在的资讯也很发达 网路也是很多的消息了 可能这一块出场禁国的时间 是不是更早一些了 所以可能就是这种出场禁国之后 双方不买账 或者不认账 所带来的这个 我们叫做性侵害 或者就是妨碍性自主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的现象 所以跟我们印象中 想象到的那种成人的妨碍性自主 可能又有一点点动机 或者是在那个表现样态上的差异 那伤害这个部分比较奇特 就是如果说就伤害罪来讲的话 少年一般都是扮演重犯 或者是团体犯罪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群人打打闹闹 然后呢 这个打打闹闹的行为就越来越恶化 比方说一开始只是呢 大家也许推推打打的之后 东西就拿出来了 之后刀屑就拿出来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比较会倾向会出现伤害 或重伤害这样的现象 当然我们现在一直在关注的是 校园霸凌的状况 是的 那如果真的严重到一个伤害的程度 是不是要进入少年法庭呢 当然之后是不需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透过一些学校家庭 还有社会局 共同来协助这个孩子 在接下来12岁之后 不要再有这种类似于偏差的行为啊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法务部 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刑事司法体系 很重要的开始推展了一个更有人权观念的 修复式司法的一个思维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不管是儿童啦 还是少年还是成人 我们发生了任何的违法事件 不管他是否除罪化与否 前阵子还吵了一个跟事先案之后 通过的这个通奸除罪化的几个事啊 那我相信通奸除罪化 在法令的这个层面来讲 目前是确定的 但其实呢 除罪化之后不代表通奸行为 对家庭的伤害就消失了 其实对家庭的伤害 一样还是存在的 只是现在在法律上面呢 我们不透过法律来硬性规范 这种行为的罪的部分 那但是呢 如果未来这样的情形发生了 对家庭伤害也造成了 那我们可以不透过三方四方 做下来谈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去让关系修复 同样的校园霸凌也是一样 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观念 就是说家庭我们是霸凌的被害者 那我们就会希望说 我就是要这个加害者转绝 走开我不要看到他 其实呢 在我的小孩念的学校 就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最后大家都会采取好吧 那我就转学好了 那转学到了新的地方去 你要这样想 您的小孩可能必须要 重新适应学校 重新再面对一个 很难以再打进去的一个 人际关系群 甚至对方的老师也会觉得 你怎么在学期中转过来 一定有鬼 一定会去猜测这些动机 其实这些都是辛苦的开始 所以其实呢 在我们行事司法体系 开始推修复式的关系 或修复式司法的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 就希望能够站在最大的人际关系 复原的立场 这个角度上面来去做 我们的这些偏差行为的解决 所以即便是小朋友的校园霸凌 其实也纳入了校园的一个修复的概念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 到底什么是儿童最佳利益呢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 不论是从立法还是从学校 这个出发点也都是扣紧着 儿童权利公约而来 这也是一个现在的普世价值了啦 那我们要想一想啊 戴老师 我们那个年代 儿童权利 好像这四个字没有在我的脑海里面 对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被教过 以前好像就是要听父母的话 听老师的话 你不能顶嘴 你不能有自己意见 最乖的小朋友就是要听话的小朋友 对所以我都很听话 戴老师 我不太听话 但是我会演得很听话 演技比较好 过去的主旋律的确 听话乖顺才是好儿童 对没错 但是现在的整个观念要改变了 对从小朋友出发的这个观念 我觉得这个我们叫做 儿童最佳权益这个部分 也许很多成人都会搞不懂 然后就会有一种很放弃式的思维 既然儿童权益 那好 那我就不管他咯 我有听过爸妈 在我们演讲的过程中讲说 老师你这样讲 好像小朋友最大 对不对 不能管 对不能管咯 那他做错那就算了 比方说他今天把桌子弄得乱七八糟 那我就等他吃完了 我下桌了 我再来乖乖的整理就好 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都不是 其实我们所谓的儿童最佳权益 这件事情不是父母管教权益放弃 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我们父母呢 从这么狭隘的角度来去解释 或者我们的司法体系 或者校园体系 从这种狭隘的观点进来解释 反而伤害了儿童权益 对 因为他没有从小知道 怎么与人相处 怎么样去做好自己生活的常规 那其实之后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 对 反而呢 所谓的儿童最佳权益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在儿童的成长 人格养成 生理的养成 各方面的这种快速发展启程中呢 如何保持它呢 帮助它正向 并且融入社会 并且有一个完整人格发展的 这整个的历程中 所有因素都应该具备有 最佳准备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纪录的能量 其实这个才叫做 儿童最佳权益的保护 你们所常见的一个司法上 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子案例的讨论呢 有 当然其实这样子的案例 通常都会最两难啊 我相信呢 很多的法官或者我们 这些相关的学者们 在探讨类似案例的时候 最难的就是所谓的家暴 家庭里面的小朋友 那通常尤其在做离婚调停的时候 或者一些婚姻諮商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父母亲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待在 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了 所以想当然两个成人 曾经那么亲密的爱人 现在要离开了 要可能因为误会也可以 因为理解也可以 要离开彼此了 其实那个画面都不会很好看 言语都不会很和善 OK这些都OK 但是呢 一旦牵涉到有小孩子的时候 就有我们这样就有监护权 或者归谁这个问题 那时常就会发现 小朋友夹在中间 变成夹心饼干的时候的那种痛苦 对不过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法官 其实他要把监护权给谁的时候 也会以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几个字 儿童最佳利益来做判决啊 没有错 甚至他会有很多的先前调查 也说他会派出比较专业的这种家庭社工 也就是说他们专职是做家庭关系维护的这种社工师 或者是心理师等等的这些专业人士呢 去做好对这个小朋友的最佳权益 保障之下的家庭形态应该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长足的进步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法官 当然我们必须知道 台湾的法官素质非常的好 但是法官毕竟在法律上是专业的 但是也许在家庭权益 或者是儿童心理发展上面 他们还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旁边的专业人才 协助他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扮演非常好的角色 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 可能名人在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类似这种新闻 妈妈说一定跟我好啦 因为我是妈妈 我爱孩子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亲情很难割舍 那爸爸呢 可能会说我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啦 其实我才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条件 真的 如果是法官单一一个人 真的好难下决定 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好难做 是的 而且其实呢 宛如你刚提到的是两个都要争的时候 这还好嘞 最惨的是两个都不要的时候 其实小孩受到的创伤更大 还有这一种 对 当然有那种就是 爸爸反正有新欢的 就是前一个女人的我不要了 妈妈觉得这个是 这个我不喜欢的男人的东西 我也不要了 其实大家看到的可能印象中都是两个 争的这种案件比较容易被报道 感觉比较炫嘛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种婚姻解历过程中呢 很多的小孩是被双方都不要的 都被抛弃的 那所以法官只好硬塞给某一方 那硬塞过去的反而带来的悲剧会更严重 这个听起来这个伤害真的是好大 对 这会更大 这个远比被增还要更大 对 不过这有时候爷爷奶奶就会跳下来了 其实还是乖孙 对啦 因为这是我们东方的想法 就是家族里面一起帮忙养 因为我还遇过那种有叔叔姑姑跳下来 或者是舅妈阿姨跳下来的 是舍不得孩子 舍不得小孩子 就干脆呢 亲戚大家一起养 那我们也要诚心的呼吁这些亲戚朋友们 其实再怎么想养 你总归不是爸爸妈妈 其实呢 我们讲说在他的一个行为 素而成的这种模范效应上面来讲 怎么讲都不是自己亲身的 来的那么具有效果 所以在儿童最佳权益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讲 也许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 大老师是不是在一直塑造着说 父母两个都存在 或者两个人的行为模式 才会带来最好的结果 其实并不是 而是其实呢 我们应该站在小孩的立场去想 而不是站在大人的角度想 觉得说你怎样比较好 听听小孩的意见 他也是儿童最佳权力的表达者 他的意见是什么这样 是 那我们节目最后一点时间 来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未满12岁 他可以利用我们今天所谈到的 不再有儿童犯罪这个名词了 那12岁以上呢 就变成还是依照原来的少年事件处理了 没错没错 也就12到18岁还是少年事件处理法 那各位少年们呢 其实最近我们对于各位的行为管制 是趋向严格的哦 如果有少年听节目的话 那其实呢我们最近呢调高了抽烟的年龄 合法年龄到20岁了 那我们呢应该很快的也会把饮酒的年龄 跟贩卖槟榔的这一些年龄呢 都调高到20 也就是买卖槟榔 买槟榔来吃这件事情呢 也都可以调到20岁 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调这件事情 这两年有什么差别吗 对啊 为什么呢 嗯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跟大家理清 其实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都听过这种讲法 就是哎呀 为什么不能抽烟啊 这时候教官就会跟我们讲 因为你们这些小朋友啊 肺部发育不全啊 哦 你还小嘛 不要用这种东西伤害 为什么18岁以前不能骑摩托车 我记得以前见到很多比较远的同学 要骑摩托车来就被抓 为什么不能骑摩托车 哎呀 因为你严守协调不好嘛 会摔车嘛 其实那是教官讲错咯 各位 其实我们出生肺就长好了 肺部发育不全不可能活到18岁啊 嗯 对不对啊 所以其实肺最完整的时候 应该是出生那一天 那时候最干净又没有空气污染 肺是最健康的 吸了18年肺气 早就已经乌起买黑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让人们 到18或20以后 才开始接触这些 我们叫做成瘾物质呢 其实原因很重要的是 跟我们的大脑发展有关系 那我们经过呢 科学实证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以后 我们发现呢 人类的大脑呢 的确大概要到早晨人期 也就是18以后接近 当然更晚会更好 越晚接触到这些 会带来兴奋感受的成瘾物质 会带来精神状态改变的成瘾物质 将会让他在成年的一种 自我控制能力已经长成以后 再去享受 这种感觉比较能够自我控制 而不是在青少年期 你自己都还不能控制的时候 你就去享受 那你就会很快速的学到一种 我们把它叫做放纵式的享受 这种观点 你的大脑会被喂得太饱了 大脑太早就成瘾了 太早吃重口味了 那你未来一生都得重口味下去 原来是跟大脑有关 不是跟你的肺或是什么 没有没有 体健康 其实应该是跟我们的脑神经功能 有绝大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过早接触 这些成瘾物质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透过酒精来感受到这种 麻掉的麻痹的抑制的感觉 那未来你可能很快速的 从酒精一路慢慢下去 走到海洛因的路就会很快 欠缺自知能力 去控制你对酒精的想望 那未来比酒精更强的 你可能很快就会走到 下一条路上面去了 那到了成人阶段 20岁以后再喝酒 OK你还是可以享受到 抑制的这种快乐 你还是可以享受到 这种茫茫的快感 但是因为你的大脑 已经产生了控制的功能 他会告诉你 嗯不要喝那么多了 今天呢小酌即可 这是大脑已经自己产生刹车了 那我们这台车 就可以开得比较顺一点 原来是这样 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要说啊 其实有些大人 就算已经长到40岁50岁了 他的大脑控制能力 还是不太好的 没有错 这个就真的就是 希望他的儿童 实在有被教好了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 访问到的是 中介大学犯罪防治系的 戴森丰教授 跟我们来聊新闻 谈时事 谢谢戴老师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 今天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